而其实呢 之前也就是马王政争的时候 立法院长王津平 也传出来到这里点了七星灯 双专白少衣牛仔短裤 一身轻便装扮 跨越七星炉又跪在法师前 诚心起伏的这名男子 就是年营收有21的 东京卓一董事长郑景泰 当时郑景泰来到道场 点了108座的七星灯 几乎是排满了整张桌面 希望神尊保佑帮他渡过难关 代表36天刚星 以及72地煞星的108展七星灯 全是郑景泰为了和前期 周平均的互告官司能迎刃而解 特别前来杨明山道场点灯祈福 果然就在上个星期三 郑景泰涉嫌韬工公司 1600多万资产 遭检警约谈后以600万交保 除了公司的一个状况外 他担忧就是会影响一些 营运的状况 那希望前期这个部分 他也希望说能够跟他 有更好的一个结局 然后能够希望把这个公司 稳定下来 位在阳明山的道场 虽然位置偏僻 但仍有不少政商名人 前来参拜 去年立法院长王金平 陷入龙头保卫战时 机要参事就曾替他点了 49盏七星灯 果然在一二省 党籍宣判时获胜 就连曾经当过国策顾问的 刘泰英名嘴许胜梅 艺人刘荣家 也是到场熟面孔 只是这回正警派 和周平军的 智英权争夺战 到底录死谁手 恐怕还有待时间解答 三十五里先 三十五里先 三十五里先